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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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眷村涉及的面相 其實是蠻複雜的 包括它的土地的權 建築物的權 以及未來 到底是誰來經營管理的主體 主要的責任是誰 其實台灣有很多眷村 面臨一樣的問題 可是我們好像一直來沒有去思考出一個 可行 同時間在 不管是在創意面上 在營運面上 跟在文資保存上面的一個 比較全面的一個方案 去讓每一個眷村可以去 真的可以照著這個方向 再往前發展 眷村這樣的題目 我覺得非常難 因為這題目牽涉到的 人的層面 比其他一般題目 可能要更深刻一點 所以我對眷村非常感免 每天要回去一次 我只要回到眷村 只要只要經過家裡 平原我就會回家的感覺 眷村還涉及到原本有住著的人 所以到底要留要走 只是說因為客觀因素 他們沒有辦法變成是一個很強大的力量 或者是一個很主要的力量 去能夠去引導 比如說像 比如說官員或是說一些決定 決策者的一些 他們的一些作為這樣 很多事情我們在計畫的時候 就是我帶領學員在計畫的時候 好像不能從一個太一廂情願的任何一個角度去做這件事情 現在我們需要把它活化 我們在這個時代背景下 就好像都市更新 我們必須要把它活化 那這個時候 新的跟舊的就有衝突 那衝突就好像一扇門一樣 我們就把這扇門打開 創意就可以進來了 它裡面的人是其實很多蠻細膩跟複雜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是透過老師的提醒 可能學生比較會看到這些 在這些比較可能表面之外的一些 比較背後深層的一些 包括階級性別以及各種不同的一些權力關係 從民眾的觀點 那我覺得如果說有助於比如說眷稱它的火化它的改建 讓它成為一個可以繼續沿在這個城市文化生根的一個場所 那我會覺得這對我來講是一件心靈上很滿足的事情 那這部分非常重要也是我們目前 台灣當代人的一個重要的使命跟責任 可以把這個眷村的經驗 眷村的美好 眷村的苦難 種種可以傳下去 我個人認為是非常珍貴的一個行動 真的在這三天中其實有對這個議題跟對其實所謂的保存修復跟眷村這件事 其實我有更多不同角度的思考 眷村的建築其實反映了一種台灣特有的一個風土跟人情 那這些東西其實對於我們未來的一個城市的發展都有相當多的幫助 我覺得 RIG的台北有點像 一個眷村或者一個社區的過程 就像眷村來自於大江南北各個省份 就是不同的聲音 然後創造出不同的想法 然後讓這些想法聚集在一起 然後查出不同的火花 然後我們開始之間會有磨合 磨合之後可能會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事情出來 那Idea台北我也期待它是有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我覺得Idea台北是就是讓我從時消失的美好 是一個把Idea變成Ideal的地方 Idea台北其實就是關心 參與 行動 台北更好 台北更好 台灣也會更好 G combination RIG的電腦 TRACP 那一集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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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